打自3月底2021赛季首战开跑之际 似乎暗中注定着今年的一级方程式赛季 将会是近10年以来最经典的一季 那的确在开季之后 宾市当家Louis Hamilton 以及红牛当家Max Verstappen之间的缠斗 让整季看点十足之外也多了不少的烟消味 整年的战线在上一场沙国战结束 两车手积分平手之后 早预告今年的决战将到封关战方能分晓 那么就一如往常 在今年最后一场的分战 同样来讨论一下整个周末到底有哪些动态 封关战开启之前 整个F1的圈子大致上就是两大氛围同时上映 一边的话 宾市及大牛两强之间的对决 Hamilton放眼破纪录的第八次世界冠军 Verstappen持续作为终结宾市王朝的挑战者 从两车手到他们的上司在赛前连访的交锋就话题不断 是说Toto Wolf以及Christian Horner在赛前握手算是冰释前嫌 两大车队及车手在整个周末看来仍旧烟消味十足 而未遏止任何一方刻意引发事故的意图 FIA赛前随即发布声明表示将会对于刻意的撞车行为加重处分 以确保赛事的公平性 当然相信在97年的封关战风波之后 类似的状况应该不会发生 而除了两车手的终局之战 在来年大迁徙以及阔别F1的车手将在YAS Marina 替原车队最后一次出赛 包含Alfa Romeo当家两车手 冰人Kimi的生涯最终战 以及牙搜Antonio Giovinazzi 在转战电动方程式前的最后一场F1正赛 Valtteri Bottas替宾室最后一次效力 以及在来年将晋升宾室正常的George Russell 在威廉市的最后一役 所属的车队都特别在车辆及头盔上 加入大量对车手感谢的字样及影像 而为送别这经典到不行的2021赛季 众家车手都先后换上了应景的车色 以迎接今年的Lost Dance 与此同时 使用了超过20年的13寸轮圈 也将在阿布达比战最后一次使用 来年将长大18岁 以全新的尺寸其外形进入下一个F1的新时代 在两天三段的自由练习之后 对比上一年的赛道Layout 在周六FP3由Louis Hamilton跑出全场最快的1分23.274 对比上一年就Layout的单圈快上了13来秒 三段自由练习看下来 宾市在Yas Marina赛道颇具优势 大牛为了让车辆急速的输出最大化 因而用上阻力较低的唯一应对 而今年最后一次的排位赛 一如往常在黄昏时段启动 基本上焦点大多落在Hamilton 以及Versteppen之间的对决 一开始两车队接计划以中性胎发车 大牛的盘算却在Q2出现变数 Versteppen跑完第一次Flying Lab占居第二之后 在第一弯前车辆拉不住发生刹车锁死 导致左前轮出现了Flat Sport 这里可以简单说明一下 Flat Sport代表刹车锁死之后 对车胎单方面魔耗之下所形成的平面 不只会影响车辆行进的稳定性及拖慢车速 在下一次刹车时有极大机会增加磨损面积 增加的振动幅度还可能直接撕裂悬掉 而Versteppen还是在完成Flying Lab之后发生状况 这套理论上已经不能用的车胎还必须用于隔日的正赛 因此在Q2最后几分钟 大牛T Versteppen以及Paris换上了全新的软胎一搏 是说最后两车以一二名作收并且刷新个人记录 只是这代表在隔日正赛 大牛及宾士将会是截然不同的车胎策略 在Q3阶段 大牛为避免Q1及Q2的慢车影响抢先上场 完美进行了一次对内合作 在需要速度表现的一二计时区 Paris就一路在前方担任破封手 直到9号弯前才提前刹车让路 Versteppen在Paris的抵押带帮忙之下 第一次Flying Lab就搅出1分22.109 抢下隔了三站的岗位 Hamilton在缺乏Boltas帮忙下 以0.371秒之差排在第二 以过往7年的数据来看 抢下岗位就等于拿下分战冠军 只是在Layout大改外加当前的竞争态势 一切都很难说 对大牛而言 由于Q2的变数导致隔日正赛 不得不用上软胎应战 由于赛道调性影响下 车胎很容易因为Dirty Air影响而过热加速衰退 代表Versteppen在起跑进1号弯前 就必须守住领先 并且车胎的使用状况 及策略调度的准确性将十足关键 12月12号 今年最后一场正赛 赛前由于Nikita Maspin在裁剪之后 被验出COVID阳性反应因而被迫缺赛 代表正赛阶段剩下19辆车 在发车的第一时间 Hamilton凭借着车辆的加速优势 在初一号弯前就爬上领先 从AWS的数据来看 Hamilton的加速比Versteppen快上了近0.3秒 在第一段直线后两车第一次交战 Versteppen一次的Late Break抢进6号弯 Hamilton为了闪避因而冲出赛道 而赛会最后的裁定是 Versteppen因为有逼死Hamilton冲出赛道的嫌疑 因而不做进一步调查 Hamilton一路领先 Versteppen苦于追赶之际 还必须控制车胎温度 第10圈之后在车胎衰退之际差距不断遭到拉开 在第13圈Versteppen第一次进战之际秒差来到5秒钟 换上硬胎继续接下来的45圈 而在下一圈Hamilton进战 出战之后因Versteppen遭Signs拖住两车差距扩大至8秒 持续刷新单圈速度的Hamilton在第20圈遇上了 Golong的第二辆大牛 Sergio Perez在土耳其站的防守大绝冷却完成后 在阿布达比站一次放完 在近6号弯前遭到Hamilton超车 立刻在8号弯前 DRS及Slipstream帮助下反超回来 抢先进入第三季时区 原先都能有1分28秒单圈的Hamilton 被Parris的窒息式防守后单圈时间调到1分33 让Versteppen原先8秒多的差距缩小至3秒内 对此Versteppen也忍不住在Radio中对Parris战虾 终于解决掉Parris的Hamilton再度回到1分28左右的单圈 再将差距拉大 凭借车辆的性能优势再次扩大差距 直到第36圈出现第二次变速 Giovinazzi在初九号弯出现变速箱故障因而退赛 赛会出示虚拟安全车之下Versteppen选择再次进展 换上第二套硬胎试图追击 与Hamilton之间的差距在第38圈重开后落在17秒钟 代表接下来20圈Versteppen至少一圈 要快上0.8至1秒方有机会追上Hamilton 的确在接下来7圈内 Versteppen先追回了4秒钟收载至13秒上下 无奈车辆性能的差距影响下单圈快不上去 进入第50圈时两车差距维持在12秒上下 眼看今年的F1赛季结果大致敌定之际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一众车粉意想不到 正赛进入第53圈 Nikolas Latifi在第14弯的上墙意外侧动了安全车 由于安全车阶段会让车辆之间差距等同归零 大牛在第一时间较进Versteppen 这次换上的是仅两圈寿命的软胎 赌的可能是最后一圈的Final Shootout 在第56圈赛会发出通知提到所有慢车不得超越安全车重新排队 却在第57圈出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 让Norris、龙嫂、Ocon、Veto及LeClaire 五辆被套圈的赛车得以通过安全车重新排队 在第58圈安全车下场之后进入了今年最戏剧化的最后一圈 Versteppen凭借软胎的抓力优势不断逼近 在进入5号弯前抢攻内线超车Hamilton得手爬上领先 随后面对Hamilton的进攻不断进行防守 最后是在进9号弯前抢进内线保住领先完成今年最关键的缠斗 与此同时Toto因为赛会的决定因而相当不满 在FIA Radio当中不断向Michael Massey争论 然而这也无济于Hamilton在最后一圈落后的事实 Versteppen在今年的最后一圈爬上领先之后带头冲线 在年度封关战抢下今年第十圣级破纪录的第18次颁奖台之际 喜迎生涯首作世界冠军 替将在季末离开F1圈子的本田送上最珍贵的离别礼物 然而在众人以为一切大致笔定之时 冰士在事后的上诉让整件事情蒙上了一层迷雾 就在正赛结束之后没多久 冰士随即就两大问题向赛会提出申诉 一来是Versteppen在安全车下场之前有超车Hamilton的嫌疑 二来则针对安全车之下被套全车超越安全车的规矩进行抗议 按照Sporting Regulations 48-12的内容 所有车辆都必须能收到来自Race Control的Lab Car May Not Of Attack通知 照理论上而言 所有被套圈的车辆都能进行反套圈重新排队 然而这次只有包含了Click Norris、Ocon、Long嫂及Vetto5车收到可以超车的讯息 尤其指令下达当下 Hamilton及Versteppen之间刚好就这5辆车 照合理情况而言应该是连Ricardo、Stroll以及Mick都能进行超车 赛会只放这5辆车通过安全车的决定 不免让人批判FIA带头违规 的确也让宾士抓到了可以上诉的把柄 除此之外 宾士也引用同一条规则内容 提到安全车下场时机应该是在所有被套圈车通过后的再下一圈 代表第58圈才是安全车下场的时机 只是赛会事后给出的说法是 由于赛会在第57圈已经发出安全车下场的信号 代表必须让安全车在第57圈结束前进场 导致48-12因而无法有效执行 而针对在安全车下场之前可能的超车动作 由于在安全车阶段下是明定禁止超车 宾士的主张在于Versteppen在进入13弯前 疑似有超车的动作出现 大牛则提到两车仅有到平行 且两车当下先后进行加减速动作 在听取两方的陈述之后 事后赛会在台湾时间半夜3点先后 发出公告指驳回宾士的两大上诉要求 只是两份判决书看下来 好像变成了两队之间在玩文字游戏 当然对此宾士也在半夜4点发出声明 表示队内打算对整起事件提出上诉 关于事后发展为何 well这又值得继续看下去了 讲到最后必须再次强调 两位车手之间的对决 确实让整年的赛季多了不少看点以及经典镜头 只是在这铁定经典的赛季最终战 却因为赛会的直发尺度有失根据 以及最后安全车阶段的诡异指令 让整场封关战多了不少争议 从第一圈Verstappen与Hamilton 在第六弯的攻防 Hamilton因而切西瓜但未返还未至 赛会最终给出的说法是 因为Verstappen有逼Hamilton出界嫌疑 因此不做进一步调查 不过这的确是较为难判定的状况 以及赛会看似都想放车手竞争 因此就没有下文 随后在第36圈Giovinazzi的抛锚 赛会在隔了超过40秒才出示虚拟安全车 在这段期间就看大量车手高速通过事发地点 尤其出状况的地方是在高速的9号长湾 稍有不慎随时引发更严重的意外 而最后几圈安全车阶段下的奇怪指令 可以说是引燃车粉怒火的关键火种 在第56圈先出示了套圈车禁止超车的指令 随后在第57圈突然一改决定 让Hamilton及Verstappen之间的无量慢车 得以通过安全车 无形之间也让这一次的Race Control 被认为有暗中帮Verstappen的嫌疑 赛会对意外状况反应太慢 以及决策准则不明的嫌疑 成为重家车粉沿上的理由 包含许多车手也在事后为此感到不解及不满 Massi Masi What a Masi 赛会闹出的乌龙 所以影响到两车手之间的对决大戏 坦白说在赛会出示判决当下 我也是满头问号 是我没看懂规则还是规则仅供参考 当然这并不代表Verstappen不值得这座世界冠军 毕竟与当前最强车手Hamilton 一路敖战到了最后一战 最后一圈才分出高下 两车手之间的对决 铁定是近十年以来最为经典 而Verstappen在正赛的最后几圈 也没有出现重大违规 单凭车胎优势及驾驶能力在最关键的最后一圈逆转战局成功 只是最后赛会的指示就是最直接影响赛国的关键 难免会出现譬如FIA操纵的比赛 Lewis输的冤枉 或是FIA Help Max之类的说法出现 当然说到底 两位当今最强车手之间的对决 仍让整个赛季得以撑上经典 只是裁判团的规管不张 多次让整季的赛事失交 恐怕未来赛事裁判的专业性及执法的一致性 会是FIA及F1需要重视的 最后拜托别在2022年赛季上演这类型闹剧了 最后同场补上其余车手的完赛情况 Signs在第19圈进战之后 同一套硬台一路用到冲线 在Paris在第56圈退赛之后 以第三坐收 达成连续15场胜赛进入前10万赛 在Norris因车胎漏气多进一次战绩 队友LeClaire仅以第10坐收下 在车手榜一次连上两位 以年度第5完成赛季 全年积分也来到了生涯新高的164.5分 与两辆冰士同样用上中性胎发车的脚田寓意 在第53圈安全车进场当下顺势近战换上软胎 最后一圈成功连上4位 以生涯新高的第4充线 队友Ghazley在下一圈同样进战换上软胎 最后以第5充线 今年首度两车同时强进前5 Botas生涯最后一次在冰时的出赛 中途一度因为过不掉Norris而陷入挣扎 在最后的倒数阶段难以帮助队友最终以第6完赛 第一停出战后一路挡下Botas的Norris 原本一路与Science拉� 却在第48圈因车胎漏气被迫再次进战 最后是以第7坐收 第8及第9则由龙嫂以及欧控拿下 替Alpin稳坐车队榜第5名 积分圈最后一个位置就由LeClaire拿下 在Festappen第13圈出战时似乎受到影响而跑开 好险没有出现更严重的失控 以第11名完赛的Vetto虽然无缘积分 不过整季累积132次超车 成为本季超车次数最多的车手 在第20圈帮助队友扛住Hamilton的Paris 在安全车代场之前一路维持在第三 却在第55圈因车辆出现状况被迫退赛 原本的颁奖台成绩就这样飞了 Paris的退赛也更笃定冰士将拿下车场世界冠军 不过对大牛而言 Paris整年的表现早已证明这笔投资绝对值得 而在阿布达比战后扩别F1的两位Alfa Romeo车手 Kimi及Gio分别在第25及33圈分别因刹车异常 及变速箱故障提前结束在F1的最后一役 不过Kimi仍以42.8%的票数获选最后一次Driver of the Day 算是车粉们留给Kimi最后的感谢及不舍 一整年的赛季随着阿布达比战后的烟火 及一连串争议下落幕 Max Verstappen在积分榜上 以395.5分 8分之差Leke Hamilton暂时成为史上首位荷兰籍世界冠军 整年下来两车手间先后出现了四次领先互换 以及沙国战后积分平手 可见两人之间极为接近的实力 而在车队榜上 賓士在双车都有积分进账下 全年度积分拿下613.5分完成车队世界冠军8连霸 不过单算场均得分的话是进入Hybrid Era以来最低 与排名第二整季585.5分入代的大牛仅有28分差距 也是自Hybrid Era以来车队榜12名间最接近的分差 红军在两哨整季的稳定输出下今年重返前三 整季积分来到323.5分还比上季多出超过一倍 今年唯一达成正赛12名的Maclaren在下半级开高走低之下 最终是以275分排名年度第四比去年退步一名 Alpin在今年成功问鼎改名后首座分战冠军 整季拿下155分连三季盘踞第五 小牛在卡达及沙国战的接连实力最终在车队榜 只能排在第六仍比去年进步一名 退步幅度最多的Aston Martin经历了不太顺风的2021赛季 整季仅拿到77分从上一年的第四调到第七 威廉市车队在今年中能突破积分荒 整季虽然只有23分进账 对于这次从谷底逐渐爬起的车队而言 能够收获积分甚至意外的站上颁奖台都是重要的里程碑 Alfa Romeo车队合计拿下13分排在第九 来年将是一组全新的出赛阵容 而今年唯一没有积分进账的Haas 就看今年季初期停止开发省下的经费能在来年发挥多大的作用 而在阿布达比战落幕之后 2021年F1赛季也就到此结束 当然这整季的动态以及各车队的相关分析 这又会是另一支片一次说明白 详情就请多留意频道的贴文了 那么整季的赛后回顾也就到此 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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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